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佣啦 今天呢 带你去哪里呢 我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呢 我一直都是在这个Bukettingi啦 今天又是一个Bukettingi的地方 真的是很漂亮的 叫做Songyan 它这边应该是民宿啦 我们是来吃东西 然后等一下就拍给大家看 这里呢是不接受walk-in的 所以你一定要打电话来book-in 然后它只有两个时段 就是午餐跟晚餐 午餐时间应该是10点到2点 然后晚餐时间应该是4点到7点 然后你不可以早来 你早来也不可以进来 你一定要准准 比如说它4点开门 你就4点才可以进来 这样子 然后7点就一定要走 因为这里有人睡觉的 所以它是不想打扰它的其他的住客这样子啦 这边你可以提早来 你就4点来就在这边走走逛逛很漂亮 然后它是5点还是5点半才开始serve我们食物的 这边的风景很漂亮 哇风很大 哇你看 噢 鸵鸵好像是去 帕那个菜 菜好像是他们自己种的 你看我们头排一下 大家可以看我身后吗 这边都是他们的 所以我们提早来的话 可以来这边逛逛 去走走看看这里的风景 真的很漂亮 我们去找开那个扫子 开那个扫子 我们去找开那个扫子 看开那个扫子 开那个扫子 这边有种很多的蔬菜啊 因为这边是没有肉的 然后我们的食物呢 都是蔬菜的 应该都是他们自己种的 你看 有点热 它其实是有雨伞的 是我假厉害讲不要 蛮美的这边 是那个鱼窗的东西洞 这里带小孩子来也不错 可以给他看一下 小小的动物园 就是有羊跟有鸭子 还有点鱼 就这样 你看他 开心 我们准备开动了 我们叫了一个火锅 跟一个炒饭 这里是没有肉的 所以他都是菜 你可以看他的火锅 鸭公啊 豆腐啊 南瓜啊 都是菜啦 素食 素食 炒饭应该也是素食的吧 然后呢 他会端一个这样的东西来 刚刚问了他讲是姜教书 因为我们这边是高山 所以他会建议我们先吃了这个姜的教书 才来吃那个火锅 好 好 就是这样啦 他这边呢一个人是58块 那58块呢 他是有三种选择的 一个就是刚才你们看到的那个火锅 还有刚才那个炒饭 其实他有一个面的东西 所以就是三选 三选一百一个人的话 所以如果是两个人的话就是 就是116块这样子 我是阿勇啦 如果你也喜欢去找这种好吃好玩的 记得要follow我 我是阿勇 拜拜 拜拜 两个在当秋千呢 拜拜 拜拜